所以你問題的核心就是 中共這一段時間以來 對美國的不管是看法 做法也好 它有什麼想法 而這想法在二十大上面 有沒有發生任何轉變 或有沒有明顯的表達出來 我們這個問題 得分這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就是我們現在回頭講拜登 拜登這幾年來 連續講了四次 我們會出兵保衛台灣 台灣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但中共是相信的 中共是十分相信的 中共不但相信 而它是要做準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為什麼說中共相信呢 各位在 如果你去讀中共的文件 當然我不特別鼓勵大家去讀 其實很枯燥的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讀一下 譬如說今天八月份 不是台海危機嗎 然後完了之後 中共不是發了一個白皮書嗎 然後講說台海問題等等 它裡面對於兩岸關係等等 它有特別一段看法 我把一些重點抓出來跟各位講一下 它中間有一部分講的標題叫做 外部勢力阻礙中國完全統一必然失敗 好 外部勢力阻撓 好 外部勢力推進中國 是推進中國統一的什麼突出障礙 他沒有講誰啊 下一句話 美國一些勢力 出於霸權心態跟冷戰什麼的 做了很多動作 然後目的是在以台制華 美國有些人這樣幹 所以說外部勢力 那講清楚是美國了 但又他又不說全部的美國 他美國一些想法 一些勢力 意思就要切割底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那就指責全美國了 美國聲稱奉行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美國一些勢力 在實際行動上背道而馳 又是一些勢力 這第二點 第三點 美國他們虛化跟掏空一中原則 加強與台灣地區 不是台灣政府 加強與台灣地區官方往來 你沒有政府怎麼會有官方往來呢 跟台灣地區官方往來 然後拓展什麼對台軍售 加征美台軍事勾連 然後什麼幫助台灣拓展 所謂的國際空間 拉攏其他國家插手台灣問題 不時炮製損害中國主權的涉台議案 簡單說以台制華 所以這就是中共對於 美國對於中共的 這個作為跟思維的看法 那麼也就是我們現在 再回到我的主題 我的主題是 中共怎麼看美國對中共 它了解兩國關係 你怎麼看我們的關係 第一點非常突出的 我們剛剛說了 以台制華 你的動作就是拿台灣來對付我們 好 然後第二呢 美國這幾年來 第一 你搞了很多次 台海地區附近的演習 然後你又糾合了很多國家 在台海 南海跟西太原 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 然後在你慫恿之下 很多國家的戰艦來到亞洲 法國 英國 德國 荷蘭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什麼等等都來過了 然後這些仗都得算在美國頭上 因為是你手死的 然後美國自己的戰機戰線 經常在台海周邊 要通過啦 巡弋啦或幹什麼 這些對中共來說都是阻撓我的 對中共而言 然後中共又認為 這個北約也好 歐盟也好 然後G7也好 先後發言指責中共 而這些應該都是美國在背後搞鬼 再來是澳英美同盟 去年就突然之間搞背後突襲 搞到澳英美同盟 然後我們看也是真的我們中共來的 但是絕對是美國在背後搞鬼 好 這是以上就是外部的部分 美國自己 你這幾年來搞了戰略競爭法 現在正在搞台灣政策法 然後你又出了國安戰略報告 這些很大篇幅 真的我們中共來的 最可怕就是你10月初 搞了一個晶片人才禁令 一下子就打到底 把所有拿綠卡的跟美國公民身分的 然後都不可以幫中共高科技公司工作 這些家伙現在通通打包 要回美國去了 少數人留在那邊觀望 但是不敢進去工作 有些人進到辦公室 聽說在這裡面發胎 不敢真正工作 對中共來說 這已經打到底了 所以謝金河社長 把它稱為交戰等級的制裁 這話不是沒有道理 中共眼裡就是這樣看的 但對美國來說 美國認為是你先動手的 你搞了幾十年 然後最近這幾年變本加厲 我沒辦法 我還手 所以中美雙方的看法 是針鋒相對的 這個這種看法 其實從前幾年 白邦瑞的書出來 是 我們已經看到了 白邦瑞的書出來 大概是川普上台之後 那前後 就百年馬拉松那本 百年馬拉松那本書 所以這個已經開始教育 美國的這些政界 跟美國的社會 之前不是沒有人注意到 但是好像沒那麼完整 而且白邦瑞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由貓熊派轉成屠龍派 所以他的這個 而且他的這個論據 各方面非常完整 他以前就是執行這個 扶助中共政策的 執行這個貓熊派政策的人 然後後來變成屠龍派 所以這麼一來 他比較有說服力 中共的解讀就是說 你看你們這些動作 從川普開始 到現在你拜登沒有變好 你變本加厲了 所以對中共來說 你正在加速 那我也必須加速 那就回應到你第一提問的 是不是加速到馬上打仗 那大概還不會 大概還不會 所以我一直在講 中共的作為是準備戰爭 因為我怕你會突襲我 共產黨的思維 跟我們想法不一樣的 我們認為戰爭可能還比較遙遠 不太可能發生 共產黨不是 共產黨只要有點風氣沙中 他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會不會保住我的權力 然後你們會有什麼辦法對付我 我立刻一步就要推到極端 我準備戰爭 他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中共的解讀就是 你現在正在加緊 要勒我的脖子 而且越勒越緊 所以我得要回應了 那我怎麼回應呢 我們剛剛講 20大的報告裡面 一定有一段叫做 刑事與任務 這段話會勾勒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但是字句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核心的意思絕對不會跑掉 所以我們可以仔細看 第二個我們要看的一個文件 叫做公報 就是20大公報 也會有類似的文字 文字跟我剛剛講的 那個強度可能不同 但核心意思一定會在 好 最後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中共現在認為 我其實還沒有準備好 我沒有準備好給你打印章 但是並不表示 我沒有準備好突襲台灣 這兩件事情 在什麼打印章就是 我明目瞻瞪打台灣 然後你來了 我們就應答一下 他不想幹這事 他想幹的事就是 你在謊神的時候 或者你要分身 忙不過來 你在忙惡無戰的時候 我去打台灣 等你回來目以成舟 他想做這個事 但是如果說你什麼事情沒發生 你說我就要來打台灣 這可能性大不大 所以我們認為中共現在的看法 仍然是鬥而不破 但是我要備戰 我在備戰下面 要跟你美國保持開放 為什麼 我要吸收你的軍工科技 我要吸收你人才 甚至我要吸收你華爾街資金 來繼續撞到我自己 到有一天 我可以平步青雲地 搬到你為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 我們